太讓人鼻酸了 所以目前 有反應應該是出現這個怪物吧 那個怪物走超慢的 所以沒差啦 好不好 你等下這邊就遇到怪物了 嗯 血嗎 怎麼了 有血 這個血看他的出血量很大 而且應該不是最近的 都黑掉了 可是小時候有人死在這 老姐也太激動了 在這麼破舊的洋館 甚至還有怪獸在裡面 我覺得裡面有血跡在正常不過的 不如說感覺會很刺激 拉到都會像個勇者也擊敗怪獸 你剛剛為什麼不去擊敗呢 而且我直接告訴我 如果痛到怪獸會死掉吧 快點搜查 別在意那麼多 有怪獸你會打到的 真的 哼哼哼 嗯 姑且被你騙一次 趕快調查完這個洋館趕快離開 看來這個老姐有強迫症 壞掉的時鐘 不知道為什麼每個時鐘會壞掉 這有個裂縫 看到了 但有個裂縫沒辦法把牆打穿啊 不如說學過魔法老姐比較可能 誰要你把牆打穿呢 不是啊 這不是重點啊 那你看那裂縫幹嘛啊 我以為那數字還是什麼呢 他沒有像剛才的那扇門回覆了 缺少了什麼條件 他跟剛才那扇門不一樣 只是缺了門握把 呵呵呵 那個弟弟根本是還亂的 啊 握把 握把自己就貼上去了 喔 老姐你學過怎麼裝怎麼辦到的 有了握把 現在這扇門可以開了 老姐你好厲害喔 蛤 你什麼都沒幹 一直籠罩的魔法效果 被你破壞的門重新復原 原本缺握把的門 補上門握把之後自己修復 感覺就像是時間倒流 回復原來的狀態 你沒聽懂 一直籠罩的魔法 起到的作用是可以讓損毀的物品回復成原狀 嗯 自行復原 這邊不要自己伸個握把 而且你看樓梯也沒有變化 我們把門給 門把 上握把之後 復原 只要原本構成物品要素全部齊全門 物品就會自己復原 所以你還要拿大理石喔 為什麼拿大理石 我們又沒有要上二喔 先收完一包再收嗎 從來沒聽說過有人成功實現復原之類的魔法 甚至不知道怎麼樣給這個魔法歸類 嗯 在看清楚內部結構之前不要給 輕易給自己知道魔法 不知道魔法定義 改變是更深層次的東西 嗯 透過 殺肉的流動來啟動 效果為復原 對這個殺肉還是不放心 他早就沾不到會用它再給他 欸 提示 關於殺肉 這個殺肉是不永遠可以讓物品 物件復原的能力 喔 這魔法有其相應的危險 喔 還有這樣子喔 那麼帥 欸 那我現在去外面應該 沒有欸 所以這個魔法師看來應該不是什麼正常 看那個怪物不在了 黑色的喔 明明就紅色的 他媽你射盲啊 明明就紅色的 他說血是黑色的 是你射盲還是我射盲啊 蠟燭 蠟燭 這蠟燭習慣 為什麼歪一邊看起來像香蕉一樣 這肯定是特別設計過的燭台 貴族都是習慣香蕉形狀的燭台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喔 喔可以照比較廣耶 這樣好啊 木桶沒有東西 蛤 鎖本身已經老化 單單用手還是無法破壞他 你弟弟不是可以 可以 可以那個 用手打破嗎 說不定有些壞掉我們 也可以因為殺肉的進去 好那我在這邊使用殺肉看看 喔喔喔好冷薄啊 可以可以可以關掉嗎 可以關掉嗎 你在計時就沒辦法 銅鑰匙 他在計時 喔 所以在這個時間 我們就會有危險 而且沒辦法那個耶 唉唷 太大張了啦 喔 喂 停了 這是誰的畫像啊 下面的字 李昂塞曼安美里 聽說過這個人嗎 他肯定是貴族家族 看到名字和姓的中間是還有一個負名 那是教皇壽語的稱號是貴族的象徵 只有貴族並且只有貴族的家族 或是下一任的家族才有資格在 名字和姓的中間加上負名 喔是這樣子喔 我第一次聽說耶 這個人一定是家族 畢竟 他把畫過來之後 一直長一頭和我一樣好看的綠髮 綠色頭髮很常見啦 別拿這種東西當作依據 搞不好是你家先祖咧 這也有可能啊 這門把整空長沒辦法開門了 叫你老弟啊 你老弟不是可以直接打包他嗎 啊 啊 這那個 那我到哪邊了 應該是在剛剛那個 一開始遇到怪物那個地方 我們存檔那地方 那邊好像有一間房間是鎖的 應該在那邊 欸 前面掉了什麼東西 喔 地圖耶 Basement 然後First Floor 在哪裡 沒辦法去的地方會標記出來 可是我看不懂啊 這件洋館地圖嗎 是不是我三層樓還有地下室 應該三層樓 畢竟從未開不到三層的高度 你在失望什麼啦 我還以為這是個超超超級大的洋館 你找我向往這種地方 你還是夢裡找這種地方 哈哈哈哈 前往某人的秘密基地嗎 應該是可以行走路線吧 沒有沾染灰塵 只摸起來不救 貴族哪是路吃嗎 應該是那個 什麼 沃先生 給的 欸 嘿 飛彈你好安安 乘風飛雪 我忘記你取了這個奇怪的名字 我剛在想說是誰 我剛在思考說誰啊 誰啊 誰啊 喔幹還是飛彈啊 嗯 我想想 應該是這裡啦 對 他說這個孔很小啊 所以應該是用這個 是不是 幹 隨便猜猜的而已 今天小姐和老爺終於吵架了 為什麼要說終於吵架 講得好像很期待一樣 雖然婦女吵架這種事情確實不應該 但持續忍戰也只是讓氣氛變得難受 透過吵架來說出自己的想法 這樣說不定還是一件好事呢 反正斷絕婦女關係什麼的也不會是一時的企劃 小姐是個容易動怒的人 但冷靜下來後就會知道規矩了 狄克斯大人也在前陣子失蹤 她的內心一定相當糟糕 不管怎麼說也應該體諒小姐的怒氣 但小姐未婚夫失蹤後馬上變心 而且對象居然是那種平民男人 這不是一位安美里家族的女性應有的行為 據說那男人曾經是個孤兒吧 肯定會為錢財而做出卑賤的事情 兒時的習慣是改不了的 小姐不過是被她那教師的絲文外表騙了 希望小姐早點看清楚這個男人 並不配她高貴的身份 教師嗎? 以前老爺太寵溺小姐了 導致現在小姐沒有貴族女性應有的風範和氣度 不知道什麼樣的男人才值得作為安美里家族的女婿 啊? 作為未婚夫的狄克斯大人知道這件事情 我一定會很難過吧 只希望能夠盡快找到狄克斯大人的下落 盡早完成婚禮 好讓小姐的心理安定下來 這應該是那個老管家的 那個 所留下來的日記 被用完的魔法石 裡面沒有魔力的 這是漂亮的石 而且這言語中充滿的就是 那個門當戶對的想法 貴族他們門當戶對的那種想法 很普通秘魯 魔法很厲害 找到要一個吧 用過了火柴 小時候目前就是冷活的秘魯了 能看著火焰裡靜靜燒著柴火 既溫暖又愜意的感覺 那些暖爐就有震盪的理由 哈哈哈哈 你他媽只是想玩火而已 哈哈哈哈 這是曾經燒過的東西 不知道能不能把它燒成灰燼復原 試看看就知道了啦 這種是不是怎麼知道呢 喔 提示 關於回憶 在沙漏啟動的時候出現回憶的碎片 或者是碎片可以觀看過去曾經發生的事情 這些事件都是來自某個 處於事件核心的某人記憶 搜集觀看這些回憶將能了解本遊戲總總重要背景 全部搜集能在通關之後開啟隱藏房間 水喔 他們一定會搜集到的 搜集一下 母親和十字手勢 所以代表說 他那個小姐應該就是 他媽媽 他們兩個的媽媽我覺得 資料是不是 房屋地圖 看一下 母親是你叫我的嗎 是啊 我的小莎夏 媽媽有些話想和你說 特利亞 他媽媽怎麼感覺有點 Bitch 感覺有點 我不會形容欸 糟糕 奇怪 拉奧特呢 就像平時一樣 在父親的旁邊鬧了 等一下再過來 他今天說他一定要抓到父親的頭髮 頑皮的孩子那麼有活力 你們兩個不是雙胞胎嗎 我性格差那麼多 是你生的欸 你怎麼問這個問題 一點都不像他的父親 真不知道活潑亂跳性格是學誰的 說到你爸 波爾吉是有時候跟一個木頭一樣 有時候我真的很懷疑我是不是和一棵樹結婚 嗯 父親有時候是比較少說話 沒錯 少說話 而且還不解氣氛 稍微考慮一下我身為女性 還是希望伴你的嘴巴能甜一點 求婚的定型性或是什麼 魔法 太實用了 就跟你結婚 結婚裡售的東西是衛生紙一樣 你的求婚物品是衛生紙一樣 太實用了 而且還是必需品啦 哈哈哈哈哈哈 我靠 哈哈哈哈 他絕對是 這個老爸絕對是天才 博基爾斯 是不是 天才 絕對的天才 我欣賞 一般來說不是很漂亮的戒指嗎 他之後補給你 不然當著他面撕掉結婚契約 呵呵呵呵呵 呵呵呵 呵 這 不管這樣也別撕契約啊 被神父大人發現就糟糕了 嗯 他很多優點 但優點 希望他優點列表裡面多一個浪漫 女人真的想拚命 怎麼了 這東西給你 手勢 喔是那個手勢嗎 珍藏的飾品 被祝福過 是被誰祝福過 教皇嗎 還是 剛開始不是要給你 而是我自己用的 情況改變了 欸 SKY安安 等一下我的筆記本 就是你第25次第一次看台 呵呵呵 我幫你統計下來 別緊張 什麼情況改變了 占卜的情況 詳細的時間 沒什麼 詳細應該沒什麼時間解釋了 一刻都別讓他離開 他保護你 嗯 也有自己事情的影片 保護好拉奧特 以及我老公你的父親 以及我 我和博爾吉斯 你的父親只能許下一個約定 但今天可能要食言 喔 你的父親其實並不像外表看起來那麼堅強 他不像你們和我那麼幸運 他經歷過太多不幸的事情 博爾吉斯已經無法再經受傷害 之後找到 之後找到能依靠才能安定下來 嗯 所以發生這件事情 就是他給他之後沒多久 給他之後沒多久就再見了嗎 欸我剛剛斷網了是不是 不知道為什麼我的 推學剛剛自己偷偷重整一下 他們現在明天準備明天的工作 母親好像會來關心 等一下 實在不行 欸 我去開門吧 然後叫博爾吉斯爾拉奧特 你們三位一起 從後門快點離開這裡 然後一打開他就死掉了 詛咒嗎 沒什麼 只是想多看你一眼而已 如果和拉奧特有關係一定要去罵他 看他媽媽已經 看媽媽已經似乎預料到某些事情 的發生 那麽這一節影片就到這邊告個段落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在下方點選喜歡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給予支持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喜歡我們的影片 喜歡我們的影片 的影片 是否也會馬上 拍攝 我們 一點點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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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攝